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阳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在台北股市今天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回之后 到底这整个盘是有没有改变 整个波段的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可以很客观的去看 我们也可以有事先的看法 其实各位我们可以有事先的看法 而且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很明确的结论 其实你应该怎么做 我都会谈到 有一个事先的想法很重要 礼拜五我们已经谈到先过高比较不好 蓝色的直接过8728比较不好 它还是要拉回 你先过高还是要拉回 倒不如先压低等整个市场平均成本上来 再去一股坐气过高会比较好 先拉回再上会比较好 所以这是礼拜五 今天才礼拜二 你能不能有一个事先的想法 非常的重要 到昨天礼拜一的时候 我直接画了两个蓝色的圈圈 这两个蓝色的圈圈 老朋友新朋友你一定都要看得懂 为什么 老朋友新朋友要看得懂 为什么 昨天的两个蓝色的圈圈 今天压回超过百点 那今天压回这个百点 一百多点盘中158点 收盘136点 先讲结论 我等一下会印证 支撑它是电高的 所以明天已经非常接近 这个电高之后的第一道支撑 所以整理的空间 经过今天之后 其实它整理的空间不大 而这1155亿 洗出了很多的福尔 很多很多 散户现在抢劲的 然后今天卖出来 所以什么样的股票 在经过这个换手之后 它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哪些股票换手成功 另外一个波段再起 这个地方的内容非常的重要 我等一下会带大家看 摩台03 摩台03会告诉你 拉回的买点 稍纵即逝 就在未来两三天 就在未来两三天 明确的讲 明天你就要去找 这个稍纵即逝的买点 等一下看证据 可是个别股的差异非常大 我们举一个 大家不会去买的股票了 统一 这种股票大家不会买 都在这边盘 可是我要大家看的是 它盘中的走势 当盘中一开始 找盘压低到70几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 这个地方压回70几点 不用到150几点 70几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都不去破低点 它都不去破低点 尾盘还收高 这种股票它不是说 你一定要去买 而是它代表的 它背后的意义很重要 各位你如果是有仔细在看 目前全世界的农粮食品续产 不管是美国大陆 相关的个股都在大涨 就是说从农历过年后 从原物料再涨到农粮食品 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只是台北股市里面 在食品股里面 农粮的个股里面 它的成分很小 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去看其他的个股 其他的个股会比较好进出 但是我讲的是 这个个别股的差异 其实是从今天的盘中 这100多点的行情里面 就要看得出来 而且这是全世界的方向 就好像我跟大家报告说 你不要用这个行情 你说这个行情涨上来 7800 8200 8500 8700 你认为它是一个反弹 你不能用这种反弹两个去解释 因为全世界的趋势 很多个都不是你现在想象得到的 包括原物料的大涨 包括你最近看到的农粮食品的大涨 这个都有背后的一个扭转的因素 很重要 那务必要去注意 所以我其实我昨天也谈到了 从整个结构来看 直接过8727 昨天过8727 是比较不好的 还是要先拉回比较好 那明天拉回 这个点就先不要破了 不管它破也不破不是重点 是在这个结构 昨天已经谈到 落后的结构在涨 那这些落后的结构里面呢 它就没有办法让昨天过高的整个大盘持续 再去攻高 这是结构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落后的股票里面 比如说2454的联发科 它能不能收过264 这是今天开盘前 昨天收盘后 马上又有一个想法 昨天很强的联发科 能不能收过264 是昨天收盘后 马上要有的一个想法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事先的想法 今天来到265 今天最高是不是265 265其实只有一下下 它没有几分钟 它就从265拉下来 所以这个264能不能收过去很重要 差了十几块钱 你这个会跟不会 一天就差了十几块钱 这是一个落后的股票 从昨天涨 今天压回 你看到的结构 然后另外一个落后的股票的结构是 3673的FTPK 它也是昨天涨 今天又一根长黑下来 那这个怎么看 不要事后看图说故事 要有事先的想法 就跟大盘 跟个股 我都事先跟大家讲 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要有事先的想法 在昨天它涨上来收盘后 你要有一个想法 前面这一波的量的形态 跟这里的量的形态 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量的形态不一样 这是昨天收盘后 马上要有的想法 这些关键的因素 我每天提醒大家 带大家看的一些小地方 它都会决定一档个股 能不能从过去很惨很惨的状况 扭转过来 能不能扭转过来 都是从这些小地方开始 然后里面的结构 它就会牵涉到大盘 而大盘的部分 各位也不用太担心了 我会讲结论 我会带大家看原因 我的看法 都有根据的 你不只是看台积电而已 台积电这个支撑 我是在这个地方就画好了 然后再来再上 这个支撑为什么很重要 各位你一看就懂 好那现在不是只有看台积电而已 现在从整个大盘的一路电高 从7000、8000这个地方 操作条件的改善 然后一直到8300、8400、8500 收过了835、8.5之后更强 现在把整个支撑电高 这个也是昨天收盘后 你要想 这个支撑电高之后 它今天已经打回到这个位置 它今天已经打回到这个整个支撑的位置里面 那来到这个里面之后 我们不能用我个人的感觉 或者是你的感觉 去说前面的结论 整理的空间不大 拉回的买点 稍纵即逝 我不能用这样空口说白话 我不能只用这样讲 所以我必须要有更多的证据 来证明说 为什么我认为 明天拉回就要去找买点 当然买点不是只有一天 但是你明天就要去注意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它也不是只有说 我礼拜我跟大家讲 明天台子结算 先下后上比较好 这个礼拜 其实是先下后上比较好 也不是只有一个讲法而已 就一直说继续这样讲下去 先下后上有条件 如果我刚才讲的 明天拉回的买点 这个买点是很短暂的 一下子 你就要注意它可能再上去 尤其是个别股 经过大量换手成功之后的个别股 会涨得特别凶 也不能只有我靠我这样讲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察点 这个观察点 各位请看 摩台03 其实今天大盘压回来的时候 这三天的低点 台北的加权指数 有破三天前的低点 但是摩台03一直到收盘 这是盘中 一直到收盘 它都没有去破三天前这个低点 所以摩台03还是比加权指数要强的 这个很重要 你只要持续看盘中摩台03的走势 它仍然比台北股市的指数要强 那么我刚才讲到的 拉回那个买点 很快 你一定要特别掌握到 就会完全正确 你用一个很有根据的摩台03去看 就对了 而这里面 如果要谈到个别股的内容 它会牵涉到一种情况 其实今天 这根黑线下来 很多个股 现在这个是讲个股 个股 主力跑掉的 早就跌了 早就不会涨了 那主力没有跑的 今天这一根黑线下来 1155亿的成交量 又洗出一堆的筹码 主力没跑的 散户反而跑了一堆 主力没跑的 散户跑了一堆 这个也是主力 这个是外资的主力 主力没跑的 散户跑了一堆 那样子的个股 它接下来就会大涨 很合理 好像问题是个别股的差异 真的非常的大 这个毫无疑问的 光是我刚才讲的 主力有跑的跟主力没跑的 这两个就会差很多 结果就会差很多 那昨天放空一档股票 空的价位时间 价位的想法都在昨天 昨天 当然我很多东西我不见得直接给会员看 但是你要注意这种股票 你看拉回 融资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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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压回融资一直买 然后你如果昨天去买 今天也是一根黑线 那昨天空在这个地方 31块 今天29块 也有两块钱 将近8个percent 的一个幅度 这种避险的操作 我们很少去谈 但是我会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 你到公司来看 我认为说放空这种东西 我也不常做 我只是要证明一件事情 你明天 到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去看 你明天到这里面去看 你才看得到 其实我之前都写过 只是你有没有印象而已 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已经准备好了 当他谈上来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动作 谈上来的时候 今天杀下来 这个谈上来 你事先要有一个想法 还是老问题 还是老问题 事先要有一个想法 而那个事先的想法在哪里 事先的想法在哪里 请你看明天的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 等一下节目回来 我们再谈 接下来既然行情那么重要 那么做什么怎么做 有什么样的一个有根据的一个看法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明天是台子期的结算 那么过去好多年好多年前 你常常听到的 结算之前 先杀空 再杀短多 拉上来先杀空 再杀短多 这是你过去常听到的 比较粗糙的讲法 现在我们必须要比较精密的讲法 比较精准的讲法就是 你现在要去看 今天压回的过程里面 它有一些个股 看这边很多有些个股 大盘不管是从早盘 30点 50点 70点 80点 100 150点 一直压回到150点的时候 它都没有去破早盘的低点 211.5都没有破 这样子的个股 是你必须要先抓出来看 哪些个股在今天 长黑压回的过程当中 它有特别不一样的走法 像1536的核大也是一样 1536的核大它也是一样 盘中它都没有去破早盘的低点 你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那这样子的个股 它还不是一个操作标准 所以我们要转换成 另外一个操作标准 就是说 现在看几两股票 3533 5269 再看 3533 也是一样 没有去破早盘的低点 5269 也是一样没有破早盘的低点 各位自己看 好 这个都是USB3.1跟Type-C相关的类股 但是我要请大家看的反而是6411的经验 首先第一个刚才谈到的核大盘中的走势要先看 那这个位置我很早以前就跟大家报告过了 他要买买他乖离的惯性 而这个乖离的惯性里面 核大很多人也许自己去买 你看这个融资 在这一段 在这个地方融资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一直买 可是你融资买了 这是一个机会成本 你把钱放在这边 今天虽然也相对的强 今天没有跌 你买了 你今天随便都可以卖掉 但是它的空间 还有 你的操作标准在哪里 我是跟你强调 不是往下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就对了 这是你看到盘中看到 然后你要回头来 去找到你的操作标准 而我希望各位知道的是 在USB3.0里面 虽然说今天盘中 它也不跌 它也不跌 它反而有跌了 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去看 这个反而有跌 是因为 它的量在改变当中 前面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跌 这里为什么会跌 而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在改变 甚至于短短这个地方也会压回 这个量的改变当中 还没有改变完成 但是改变当中你不看到 你怎么会有事先的想法 事先的想法都是从你事先的准备而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归纳 就是这个族群拿出来看 个股拿出来看 而操作的内容 操作的标准 要先看这个 前面我谈到的今天盘中的走势 刚才你看到的 那第一次拉回来 195块主力成本 第二次第三次我不要再重复了 这再讲就很长很长了 那每一次都是50块50块50块 这三次的50块我们不要再重复 不管你有没有做差价或者是你抱着 现在是他第三次过了25式过高之后 他并没有按照我们讲的一股做气 让指标去过高 所以你还不能找加码点 你还不能找加码点 你虽然你盘中看到的是 它跟大盘不一样 然后你看到的是 这整个过程里面 每一道过程你都看过 每一次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你在节目当中都看过 第三次过高 为什么压回 现在我要讲这个部分 现在我要讲 它压回来到今天为止 产生一个什么现象 这个很重要 各位电视剧场观众朋友 当它从258压回来也是50块 这压回来的时候 谁在卖 卖了3000张 卖3000张杀这一段 可是后面一直卖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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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其实卖的时候就跌两天 跌完这两天之后 后面一直卖卖卖卖都不跌 3000张你说多还是少 200块的股票 3000张 其实也卖了一个很大的成交量 可是它总共才4万多张 4万多张 有一个你很喜欢看的法人 他去卖了3000张 结果他股价没有跌 这个是你不会去看到的 但是股价没有跌 也不是一个操作标准 所以当这个整个转变的过程 你看到的时候 你要先看到 你才能够做动作 这个也是要一个事先的想法 反而我要提醒大家 这样子小小的地方 你每天每天不去注意到 你就不会找到好的股票 好的买点 可是每天每天有人提醒你 你就会注意到 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去看法人的进出 外资进什么 投信买什么 你喜欢看法人的进出 我就叫法人出给你看 你喜欢看法人买进 我就叫法人买给你看 主力的行为在改变 只有散户这20几年来都没变 那散户都不没变 只会往下买往下买 或者是往上去追强势股 这个都不是一定的办法 你还是要找出主力的模型 这个中间每一个小细节 有人提醒你 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当你看到一档股票 卖力已大而不跌的时候 你相对的要去注意 它的点位的改变 这个是 使股力量十倍波段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 操作的模型 因为散户这20几年来 我看到今天为止都没变 所以散户的不变 就会变成给人可利用的空间 你喜欢看法人进出 我怎么不可以叫法人去进呢 怎么不可以叫法人去出给你看呢 你喜欢看法人进出 它不完全是一个 如果看法人进出 其实每天很多全台湾 很多股民都在看 很多股民都在看 投信进什么 结果你有没有真的从里面赚到钱 为什么赚不到 我跟大家报告真正的原因 为什么赚不到 是因为你那个操作的模型 你自己没有去建立 那你没有去建立操作模型 这些小地方 你又没有去看到 那你怎么可能在未来的股票市场 资金很多 钱很多 全世界的钱都很多 可是主力的行为 你怎么抓得到 是不是更重要 短线上至少你要有想法 上个礼拜 一个礼拜前 日游 F永冠 鹏城 好 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在这里 3月7号 你一个礼拜前去买 至少要涨给你看 你一个礼拜前去买 至少 它还有涨上来给你看 你一个礼拜前去买 这个拉回还要早买点 它也有涨上来 但是价位没有到 其实我有上个礼拜 我跟大家谈到 价位没有到 如果价位到了 能够用一块钱去决定输赢 那个就是一种价位设计的想法 希望说有些股票 明天 你就能够用一块钱去输赢 再来一个重要的议题 从上个礼拜三 我就问大家 你知不知道它会涨 到今天 你知不知道它会涨 前面没有涨 你怎么知道它会涨 从3月9号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价位的想法一开始 开盘以后价位的想法 所以这个卖掉 也是获利的嘛 而这个获利是怎么来的 这个钱是怎么赚的 是不是很重要 你知道那个点位价位是怎么找到的 支撑怎么找到的 其实非常重要 如果你对于明后天切入点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请打个电话 马上跟我做联系 我希望说你能够跟上这个脚步 跟我们做个直接的电话联系 明天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